对,我会拿出写书的热情 像写书啊,抠写解析的这种感觉 我们去做市场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就足够了 其实贵学的老师资团队已经是足够强了 有陆陆老师,有波比,前任的考官 还有先任的雅思月娟官 冯涛老师,还有大叔,还有帅哥,还有波波等等等等 都是同学们而受能详的名字 那么他们在已经足够强大了 没必要我们再,我再冲上去这个跑龙套 所以说呢,我也希望同学们口碑能够帮我们传播 当然口碑是来自于你们的高分 如果没有高分,什么是假的 天天说,哎,不错不错,结果考出来5.5 那叫不错吗,同学们 所以说贵学主要是靠你们的高分来传播的 所以说我也希望在最后一次的这个课堂当中呢 尽我最大努力 让同学们透彻的理解本门的真经 能够阅读考出8分以上 OK,在我看来8.5啊,8分啊和9分其实区别也不大 因为上了考场,9分和8.5的区别也就是0点 就是一两道题,一多所,手一多所的问题,对不对 所以说虽然你差那么0.5,但是也是很不错了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考到8分以上,那有传播的价值 对了,好,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开始啊 有没有卡,有没有卡 OK 有个同学说这个 怎么横躲你常说我要8,但现在5.5,没关系 5.5到8很正常 是我们一个平均的标准的提分水平 就5.5到8,然后6分到8.5,对不对 好,不说了 没问题啊,你需要我给你看吗 我的微博大量的5.5到8,你看到我们的报名那个 记得我们在那个报名的这个这个页面上不是有吗 就是提高2.5分的,很多啊,提高2.5分的 6到8.5啊,6到8.5,5到8的都是给同学们看的这种 好吧,没问题,我们开始开始啊 先画少少去进入问题 首先请同学们在你的课桌上准备好一张纸 笔记本,然后呢同时打打拿出电卡四七八九 这三本书,啊,十呢我就不讲,因为希望你同学们回去自己作为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怎么说,作为自己的一个练习啊,自己去做 所以说我在我的课堂上呢,主要讲七八九 啊,正经五呢,我也没有时间去讲了 因为那是我们的基础段的,我希望同学们迅速的 如果你们现在都是5.5分,已经有5.5分的水平呢 那我经过这个课呢,很够迅速的把你拔高 好了,没问题,没书怎么办,只有8,那怎么办 那赶紧下载啊,网上不是有吗 七和九,PDF版,OK 啊,在群里有啊,非常好,我们的Helen非常好啊 冒着冒着这个法律的风险,再把七八九都放在群里 OK,很好,电子板一打开,好了,两话少许我们开始了啊 那同学们都知道,这个阅读,这个怎么考,考哪些 我就不想多讲了,我先说一下我们的curriculum curriculum这个单词,首先我背下来 它叫做什么,curriculum 叫做课程的大纲,OK 啊,课程设置,课程大纲 那么extra curriculum,就是课程以外的 叫做课外活动,OK 那么这个单词是亚斯阅读的一个考点词了 因为在建四,应该是建四里面 考到个curriculum,好,这个不说了 那么四节课主要讲这些 第一节课,理论为主,我主要讲到总纲 那么亚斯阅读有很多忌讳 很多同学按照错误的方法在下稿报告 所以说今天我要告诉你阅读当中正确的方法是怎么样的 从审题,OK,到做题,到练习的方式 你必须按照我们这个流派的方法来做 千万别下稿 所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总纲,我会给你同学们来一遍 本门当中的几大机会 你看你犯了多少个错 平时在练的时候,为什么阅读题要慢 第二个呢,我会讲到比较简单的单词题 单词题同学你应该知道 我们这个流派只把所有的阅读题分为四种题型 听好了 忘掉你所有的以前听过的阅读课 听我说亚斯阅读只有四种题型 第一种单词题 填summary填空 还有呢,简答题 比如说特殊疑问题 一个问号 问你从原文中去找 不超过三个单词来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我把问号去掉 把what那个疑问词给你弄成个空格 知道我在说什么 其实就是填空格的填句子 包括还有填句子的题 一个句子 就一句话summary 听懂了 还有填table 填流程图等等等等 都是填单词 凡是填单词题 都是亚斯阅读里面最简单的题 考填单词的 这种题是不应该错的 听懂我在说什么了吗 这种题是不应该错的 而且你花时间是一定做的对的 这种题是要检查 花时间做的 请你写下来 单词题 我再说一遍 一句话 sentence compilation 填一句话 一句话里面有个空格 让你到原文中去找单词来填 填summary 选词填空也好 从原文中找词来填也好 whatever 简单题也好 这些都是填单词的题 一定要花时间把它做的全都 因为这是简单题型 上了考场 不要放弃 OK 不要放弃 那么好了 中等难度题型就是句子题 句子题的表现有两种形式 一种就是true false not given的判断 第二种就是单选或者多选 选择题 在我们看来是true false not given 因为正确选项 其实就是true的表达 加在题杆后面 干扰选项 从逻辑上来说 只有两种 一种干扰选项是not given 一种干扰选项是false 两个东西相对比 同学们先听我说 经常很多同学不知道 为什么剑桥会出true false not given 这种题型 非常的独特 非常的有特色 那么托福没有 四六级原来曾经引用过 现在也没有了 只有雅思 有true false not given判断 因为官方认为 雅思官方剑桥 那帮哥们认为 两个东西相对比 它的逻辑只有三种 一模一样的选true 跟原文是相反的是选false 既不是一样又不相反 没什么关系 那就是not given 所以说 通过这种方法来 锻炼你这种题型 来锻炼你这种逻辑能力 所以说雅思的不同题型 除了在考察你英语水平之外 还在考察你不同的逻辑能力 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true false not given 判断的是思辨的能力 培养你的是思辨能力 OK 没问题 这是句子题 那么还有就是 比较难一点是段落题 给你一个三段 让你选出它的中心思想 这要考察你的上下文阅读 和归纳能力 这个是最难的 考单词 考句子 考段落 那么最后还有一种什么题呢 叫做匹配 就是信息的乱序 进行连线的感觉 匹配题 考你查找信息 在信息的海洋里面 迅速查找信息的能力 所以说很多同学 这个做匹配题 是很头疼的一个事情 因为它是标准乱序嘛 这种题呢 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诀窍 我会讲到 如果你这个诀窍忽视了 你是很难 很痛苦的找起来 OK 所以说这个 我说白了也很简单 这个诀窍 但是我会详细的讲到 让同学们去体会 其实匹配题 只要掌握任精派 内门真经这一点 你会做起来很简单 这一点 我在任何书上都没有写 我们的总纲里面没写 OK 所以说恭喜你们 成为内门关门弟子 我会详细讲到 那么除了这四种题型之外 从简单的单词 句子段落 一直到匹配 你看到我们的总纲排版 这个真经五的排序 就是这样的 单项练习 其实还有一种题 还有一种题 还有一种题是什么呢 就是选标题 选标题 我现在就想告诉你 同学们 选标题的题 如果这篇文章 untitle 没有标题 现在笔记本上自己记 如果这篇文章 现在我就讲掉 以后我就不讲了 选标题 很可能 有可能上一考场 碰到一篇文章 untitle 没有标题 那必然在最后 会出一道题 what's the main idea of this passage what'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ssage ok 那么这篇文章的 主要中心事项是什么 一般来说 它会给出a到e 五个选项 或者a到第四个选项 让你去选一个 这时候怎么办 出现的问题 最后一道题了 同学们听好了 如果整篇文章 读做得模模糊糊糊的 不知道在讲什么 做到最后一道题 又让你选标题 很痛苦 这时候你有几个选择 a选项 听好了 把每个字案段 首句读一遍 选中心思想 b选择 重点读手段 选中心思想 c选择 重点读末段 选中心思想 b选择 重点读手段末段 选中心思想 e选择 看别人的答案 选中心思想 你告诉我你选几 听 听 听晕了 ok 好了 同学们 听好了 重点 看末段 重点 看末段 不是看手段 手段 永远不是重要的段落 同学们听我说 为什么 因为亚斯月读文章 长 长文章 越长的杂志类的文章 第一段 一般来说是一个 现象 或者很好玩的一个事情 引起读者的兴趣 他很少开门见山 除非哪种文章 是开门见山 这篇文章只有三个段落 或者四个段落 他没有篇幅去绕 所以说一上来开门见山 来说事情 听懂我的意思了 一千字的长文章 同学 你看到一千字的长文章 你一看都不想读 但是如果第一章段 讲得很有趣 能够心理的阅读兴趣 那么好了 你就愿意读的 所以说第一段 一般来说和中心无关 亚斯月读最重要的段落 其实是最后一段和第二段 能听懂我的意思吗 最后一段和第二段 因为第二段 它会进入主题 你会看到大量的剑桥真题 都是这个样子 OK 我希望同学们了解 真正的亚斯的文章 和以前你听过的阅读方法 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有很大的特色 它的文章比较长 是杂志 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 理解了打个一 所以第二段和最后一段 其实是比较重要的 记累不是 记累前面不是 记累是有三 sections 前面两个section不是 是说明文 OK 最后一篇文章也是如此 好了 那么你可以针对 最后一段和第二段 来认真读一读学 还有一种方法 更加简洁 同学们 把你做过的题 就是一般来说 一篇文章十三题 十三题是选中心思想 把你做过的 第一题到十二题 读一遍 题干读一遍 基本上你也能选 中心思想 为什么 因为这十二道题 是考官认为 这篇文章里边 十二个重要的信息点 进行考察 听懂我的意思了 如果你把别人给你挑出来 这篇文章的重要的十二个信息 读了一遍 同学们 你的答案 最后中心思想 应该选得出来 OK 就说你知道吗 我们在口诀里边有一句话 遇到选标题 文章选标题 我说过叫末段加大义 末段 就最后一战断 是conclusion 写论文一样 最后一个战断 conclusion很重要 你给我一篇论文 十页纸 让我两分钟看完 做决定 前面你的背景 发这个调查 我肯定不看 直接看最后你的结论 OK 所以最后末段 大义 我指的其实不是文章 在读一遍 而是指的第一题到十二题 整个的题 干读一遍 文章大义 就抓住了 很有趣吧 我要不讲 可能你也不知道 好了 没问题啊 这就是选 记下来没有 如果碰到选中心思想 按照真心派的方法来搞 末段加大义 OK 好 那么所以说 我会在不同的课上呢 重点讲不同的题型 所以第一节课 我会重点讲这些 好了 我会重点讲 总纲方法和单字体 好了 接下来同学们听我说 当然在 可能在碰到一些真题的 会是穿插 那么听好了 那还有一些防盗版内容 因为我们的课盗版比较多嘛 对不对 是 据说我的书呢 在淘宝上都有四十多家做盗版 我的课呢 我不知道多少做盗版 据说为了防止盗版 这个很简单 怎么防止 就是我希望同学们在 before 在你上这个课之前 进入我们的这个群里边 那么Helen会知道大家 按照我给的方式 去背单词 那在中间呢 我们在课堂当中 我会留到一些东西 是让Helen去讲的 在你的这个群里边 会补充一些知识点 让Helen去讲 在after之后呢 同学们仍然在这个群里边 我们会补充一些阅读的 这个这个相关的 近期考试的一些内容 和一些真题的模考的内容 我会发给Helen 然后大家可以去做一做 没问题啊 不知道群 OK好 没问题了 好 好的 好的 行 那就是我们开始进入 第一节课的内容了 总纲和单词题的问题 那第一节课 我会讲到的 真经的阅读法 三大类的vocabulary 三大类的vocabulary是什么 然后三类的这个keywords 有六大类的语法考点 还有总纲的标注法 这是我要讲的 防盗版内容 这个grammar 这个部分语法的考点呢 我会讲 我的整个课程会讲到三大类 然后其中呢 有三大类是Helen在群里边 给大家讲 没办法 这也是保护你们的利益 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开始吧 我看看啊 我开始了 首先 我们 这是我今天讲的重要内容 好 来开始 开始了 首先我们来说说 雅思文章的特点 如何 就是长嘛 对不对 然后单词比较难嘛 然后呢 首先我们要说 如何提升阅读速度 如何提升阅读速度 同学们都知道 每个人的阅读速度 其实都可以提升的 而且我也说过 其实如果你做过真经五的话 第一篇文章 我写得很清楚 当中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每个人 可以double your reading speed 提升你们的阅读速度 同时呢 再提升你们的理解力 很多同学认为 我读得快 我的理解力就会下降 不是的 因为真正的调研发现 你读得越慢 你的阅读理解力越差 因为你大脑 有更多的空闲时间 瞎想 胡想 OK 胡思乱想 读得越快的时候 其实你更紧张 更集中 信息进入的印象会更深刻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有道理 那如何提高阅读速度呢 同学们请注意 请看黑板上这句话 首先 你会看到 这句话 如果你看到的时候 大脑能够发出声音 那说明你一个单词 一个单词在读 我希望这四个单词 同时进入你的眼帘 这句话 这个东西叫一群 时间的关系我不多讲 一群 你要扩大你眼睛的eye span 眼睛的扫描的宽度 那怎么办呢 做一个物理疗法 最简单 就是拿的远一点点 在你现有的阅读的知识上 请你远那么五厘米 OK 远那么五厘米 扩大眼睛上面的宽度 一定不能默读 这是你做的第一点 这个我在四大讲座里面 专门讲到这一点 时间的关系我不多展开 你一定要让我说的来 听懂了 第二个呢 你要注意跳读 和重点 写下来没有 注意跳读 现在我们要求跳读 第一个我讲的是视距的问题 视距就是你的眼睛 和你的阅读材料之间的距离 视距的问题 OK 视距 第二个叫跳读 什么叫做跳读 重点读你认识的名词和动词 重点读你认识的单词 读得懂得读慢 读不懂得读快 OK 跳读 写下来跳读和变速 变速 速度要变 第二个要跳读 写下来没有 然后说了三点 扩大视距 第二个变速 第三个跳读 好了 PPT看不见了 来请看这句话 这是在剑桥真具里面的一句话 我们大家都见过 很多同学是见过的 剑器里面 你不用翻 请看PPT 看不到吗 看得到吧 好 请看PPT 这句话这么说的 他说 history认识的 历史 人类历史 civilization 你可能不认识 当然我不知道 你们应该认识吧 叫文明 人类文明 不认识过 history认识 of the way we have learned to manipulate water resources 这句话里面 我们认识一个water the way we have learned to 这个可能翻译出来很麻烦 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们认真读到的是 人类文明的历史 是和水的历史在一起 所以说 请看我下滑线的地方 是需要你认真读的 其他应该跳过 这句话读完之后 就是人类的历史 文明 人类的文明历史 人类的文明离不开水 就是这个意思了 其他单词通通不需要你认识 这不需要你认识的 你就知道这句话在讲什么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学会这一点 读的懂的 读慢 读不懂的 跳过 然后会 会这个 这个 跳读 没问题吗 来 能不能理解我说的这个 理解打个一 而且一定要练习 平时作为亚识阅读 一定要这么去练习 否则你的时间是绝对不够的 OK 为什么我们能够半个小时 做完文章 三篇文章 而且绝对不检查 OK 不是说我每句话都读了 同学们 很多垃圾信息 整篇文章是不用读的 不是每句话都要精读 真的是这样 好了 所以这个你回去一定要去体会 我虽然点到 点到了 但是你要不练 平时不这么练 OK 那就很麻烦 读得懂得 读慢 对 读得懂得读慢 读不懂得跳过 就像你读杂志一样 读文言文一样 OK 那好了 同学们 在读之前 待会要说的 那当然你心中要去定位的 对不对 你要先看题 想去找什么 不出题的地方 我再加一句 不出题的地方 你感觉这句话 跟题目没关系 不是你想找的 这些信息 一定是这样的 变速啊 就读得懂得读慢 读不懂得读快 千万不能匀速阅读 不管读得读不读得懂 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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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行的 OK 好 好了 这是我说的 要读得快的一点 记住了吗 注意这几点 你的这个阅读速度 我相信就会提升 其实同学们 不要觉得这个会很慢 其实很简单 其实你的阅读速度会很快 我经常说 你们阅读速度最快的时候 就是收到手机垃圾短信 这么长一个段落 你瞟了一眼 就把它删掉了 嗯 不是我想要的 过 是这样的吧 一看 嗯 发票 过 一看投资理财 过 但是一看到雅思迈达 嗯 我看看 我看看 不就这样吗 对不对 OK 是雅思预测 预测 特别累了 好了 不说了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而且一定要注意 在上了考场 平时在做文章的时候 一定要抬 一定你的 你的背要挺直 要强迫自己的视线和 阅读材料间的距离 要远一点点 不要趴在桌上做题 把它当作小说 那么精进一窝看 那是看得很慢的 我们要把它当作杂志 就稍微远一点 放松 放松 对 原来我是断子手 后来我都是 不是断子手 我们是讲学术 后来同学们说 我们讲得太学术了 说高分出得多 老师学术 就好像我们不会唱歌一样 好像我们就不会讲段子一样 所以最近我怒了 老说贵学和其他机构的区别 就是你看贵学不讲段子 你看贵学老师不会唱歌 是吗 其实我们还是会讲段子的 而且我们唱歌也不错 对不对 好了不说了 来我们来说 就不服嘛 我就不服 就是一个战斗民族 不服 来 好了 接下来我们说说三种vocabulary 那当然了 同学们在阅读当中 刚才语速过你速度快的话 速度慢慢调写的方法 我的信息量会比较大 但是你回去一定要复习 我讲的说内容 今天晚上一定要去复习的 那接下来我要告诉你 有三种 在我们的眼中 在真金派内门的花粉当中 有三种vocabulary 单词 这个很重要 如果原文中 听好了 原文中不认识单词 没关系 题杆中 同学们 来听我说 来 题杆中 你的词汇量到底够不够达到 本门的最最底线 七分的标准 最底线啊 不叫及格 就差不多了 七分 那最底线的标准呢 很简单 怎么去测试 一到十三题里边 不是一篇文章有十三道题吗 拿打开任何一篇真题 在一到十三题里边 迅速扫描 迅速扫描 题杆中 如果有三个不认识的单词 如果有三个以上 不是单词 你的词汇量是达不到的 来 现在我给你半分钟的时间 咱们做一个测试 请打开你手里 任何一本剑桥的 任何一篇 一篇 四月的文章 OK 请把题杆中的任何一篇 打开一篇 找到没有 翻开没有 好 不管这个题型是什么 前面可能有heading 请把题杆中不认识的单词 迅速画出来 把题杆中不认识的单词 迅速画出来 试一试 一篇文章有十三道题左右 你把说的题杆中不认识的单词 画出来 好了 很快 不用去读 你就看 这个单词不认识 那个单词不认识 画出来了 画出来了 选项里的也算 也算 题杆中所有的 选项里的也算 就题目当中 好了 来 请你打出来 在公平上敲出来 你不认识单词的个数 数一数 我看看你们的水平 就打数字就行了 很好 有些你打六的 有些你打零的 打零的就是冲着九分去来 四的五的三的 这是第一步 九个 我的天 好 好 七个 好 没关系 听我说不着急 你们觉得 哇 老师 我好多单词不认识 我的词污量是不够的 还有十六个的 好 恭喜你 你中奖了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就是你认识就行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分 同学们请注意 原文中 题杆中 这 现在这么多单词不认识 听我说 听我说 我们把它分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 主题词不认识 没关系 就是这个题杆中 可能有个长相怪单词 但是这篇文章 其实你在题杆中 看到这个单词反复出现 也就是说这个单词 其实这篇文章的主题词 这篇文章会翻来覆去 讲到这个单词 听懂我的意思了 这个单词不认识 是没关系的 请你把它剪去 不要着急 请你把它剪去 OK 就是这篇文章 就是这篇文章 就是比如说 有亚斯阅读当中 有一篇文章 这样讲到是 这个心理学的 这个 怎么说 教育的心理 其中有个单词叫 Sachistopedia 这单词大家都不认识 但是整题杆中也有 但是整篇文章 翻来覆去讲这个 这个单词就不过 不算 为什么 你猜得出来 整篇文章的主题 OK Pagoda 也是一样的 整篇文章都讲这个图 都画了 宝塔 不认识 没关系 好 把这种词先去掉 主题词不认识 在T竿中是没事的 你现在就知道 你自己真实的水平了 OK 好了 我接着说了 不理你了 那三个 如果有三个以上的单词不认识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OK 这是你的词汇量不够 那么要补充 待会我再讲 最快速补充的方法 不要着急 哪怕你12月12号考 现在来补充都来得及 好 第二类单词是什么 同学们请在 第一类 我说了主题词 主题词 题杆中不认识单词 主题词 那第二类 什么单词不认识呢 接下来 模板词 题杆中的模板词 模板词 OK 很多人刚好翻到 就是很好 模板词 什么叫做模板词 这个词不认识 我真的要打屁股的 同学们可能都没听过 非真金派内门弟子 绝对没听过这个词 叫模板词 来 我要跟你翻译一下 同学们请打开键卡19 请大家打开 建巧思九 本门内门正经开始了 开始了 请大家首先翻到 请大家首先翻到43页 请大家一起翻到43页 请看到第一题 迅速翻 我听到画画画的声音了没有 来 好 建巧思九 九 43页第一题 请把第一个单词画下来 an account an account 那这个单词在这里叫描述 在听力当中 它叫做账户 对了 在亚斯听力呢 考的最多的一个账户 叫joint account 不是saving account 也不是deposit account 不是活期 也不是定期 而是考的联合账户 因为官方发现 留学生出国 一般来说 都是和爸爸妈妈 共同拥有一个联合账户 爸爸妈妈在国外 往你存钱 在中国往你存钱 你在澳大利亚 英国往里面取钱 双方都看到到这个账户的 现金流转情况 这个叫联合账户 joint account 是亚斯听力考点 那在写作当中呢 我们说account for 占到了多少百分数 所以说在图表作用里边 我们会写到这个占到 那在阅读里边 这个叫描述 说这个单词等于第二题 请看到43页第二题 画下来这个单词叫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请你画下来 Description 第几页 建九 第43页 建九 第43页 第二题 Description 没问题吧 好 我们就在这本书 建九 不要动 就我拿这本书 往后翻 请你翻到47页的第15题 47页的第15题 第一个单词 Description 请你画下来 16题 画下来 Statement 17题第一个单词 画下来 Description 描述 Statement 描述 Account 描述 都是一个意思 在这里是没有意义的 你别去找它 因为整篇文章都在描述 OK 好了 再往后翻 就这本书 请你往后翻 像我一样翻的 翻画画的 很好 请翻到69页 69页又出现这种题型 叫 Which program contains Formation 这种匹配题 那我们看到 它的16题的第一个单词 请画下来 Reference 题集 这个单词在这里 换成Statement 没有任何区别 换成了Cont Description 都是可以的 好 17题叫Mention 同学们知道 画下来 它也等于Description Account 好 再往后翻 请你翻到73页 请翻到73页的29题 跟上我的速度 就在这本书 建议29 73页的29题 请看到29题提干 有一个单词 Reference 题集 又来了 请看到31题 31题提干 前三个单词 画下来 Detailed Account 一个详细的描述 同学们 在这里 这个详细这个单词 没有任何意义 我怎么能够判断 这个自然段都很长 都在详细描述 怎么叫做描述和详细描述 其实没有意义的 OK 整个前面三个单词 就没意义 哪个字呢 就讲这事 就问这事 32题 又来一个单词 Reference Reference 好 再往后翻 我们再往后翻 请看到93页 这本书的93页 请看到14题 第一个字 画下来 An account 描述 又来了 18题 Reference 又来了 好了 不用再翻了 现在知道我想说什么 这种词都不知道的 你根本就不是雅思考生 这是真金派独家秘籍 叫做模板词 我背调 OK 然后没有任何意义 很多同学上了考场 Count 不熟 想半天 这个意思 我去找 你找 你找 我试试 整篇文章都没这词 每个字都在描述 好了 不再多说 真的不知道 对 你注错了 刘派吗 其他刘派不知道 我们知道 天天在看这个 好了 就说怎么去搞定这个呢 同学们 你马上不就要考了吗 很简单 我希望你词汇量不够的同学 做两个事情 做两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 其实不用做两个事情 你就把我们Helen在这个 这些词也好 还有这个 所有的总结也好 都在Helen给大家的这些词汇当中 十二类的词汇当中 去把它背调 OK 然后呢 还有一个 你还可以做一个事情 说了这个之后呢 你可以在干嘛 拿任何一本剑桥 拿任何一本剑桥 然后呢 把提干中的生词画出来 把它背调 这是可以的 不用去背原文中的单词 原文中有很多生词 你不需要背 但是提干是考官写的 而且提干中 如果有个单词不认识 那这道题你就麻烦了 同学们 多半都会错 所以说提干中 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有我们的 雅思阅读考点词真经 那非常好 因为剑桥每篇文章 提干后面的生词 我全部给你列出来了 你就背提干后面的单词 就行了 列过 没问题 OK 好了 这就是模板词 这个你要掌握的 没问题 好了 最重要最重要的单词 就是这个了 我不用多讲 这个单词叫做 resemble 同学们一听就知道 叫 模板 不是 考点词 本门独家秘籍 考点词 从444个 已经升级到了 现在的多少个 告诉我 告诉我 非常好 你看嘛 两种版本 488 539 最新标准是539个 OK 但是呢 其实你444 488都可以了 已经足够 胜利9分了 对不对 那你不要去 背539也可以 新出的版本是539个 对 好了 没问题 539个版本 539个 如果你背539 在这个上面 按照顺序来 我们是必须背的 第一单词 为整部 这几个词 翻来回去考 什么叫我考点词 有不知道 什么叫考点词的吗 本门的独家 这个术语的 有不知道的 打个2 我看看 很少有同学 还是有几位同学 不知道 怎么说呢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 哇 还是有很多同学 不知道考点词 这个理论 OK 好 那我 我在讲课当中 会去穿插 就是这个词出现之后 考察的概率就很高 比如说 resemble 你look like 考察了无数次 就是这个感觉 我翻一下吧 稍微翻一下 朋友们有个印象 键7键8键9都在考 那这个resemble 我们说说键9的考点 来 请看它24页 就像键9这本书 请看它24页 键924页 好 键924页 我们看一下 键924页的22题 键924页的22题 好了 这道题这么说的 他说这种科学家呢 are trying to find 努力去寻找一种生命形式 定义从去修饰这个生命形式 这个生命形式怎么样呢 resembles humans 非常像人类 在各个方面 好了 resembles 这个单词来自原文22页 请翻到原文22页 倒数第二行 第一个单词 looking for looking for 我们正在寻找什么 22页倒数第二行 寻找一种生命形式 that is pretty well like us 把like 画一下 like 在这里等于 resemble resemble 好了 同样的道理 没问题 就在这本书 请看到27页 27页 请看到30题 请看到30题 27页的30题说 哪种动物有可能 I这个长相怪单词 27页30题 哪种动物有可能 I这种长相怪的恐龙呢 是非常相似的 I这个玩意儿 像哪种动物 resemble 会员文中like 来自于25页 倒数第 25页 倒数第 七行 看到第一个单词 like look like dolphins should it live like dolphins like like dolphins 这答案就是dolphins 不用我说了吧 知道了 对 这就是 再翻一个吧 你手里有键8 来请打开键8 我们再翻一个 有键8没 好 打开键8 我们请翻到键8的21页 键8的21页 好 键821页的第9题 看好了 第9题前面是个resemble link 那么在原文中是like 对了 在2013年 我公布了同意替换这个标准 我们说无招甚有招 天下间的所有题 只要是题就有题干 题干中的每个单词都来自于原文 我们最重要的是搞定同意替换 当时所有的流派都嘲笑我 说刘老师怎么会不讲其他的技巧呢 我们讲的三长一短 选一长 不长不短 就是变懵 实在不行 目思 绝对化的单词 only出现不选出 这些技巧我通通把它否定了 我说所有的技巧在 我们这个流派是讲这个 慢慢慢慢整个行业开始了解了同意替换的威力 大家开始讲 但是其实在我们在公布同意替换之前 我们早就说过了 同意替换的最高境界是 亚斯考试当中 最常见的400多个翻来覆去考的考点词 它叫同意替换 叫做考点词 OK 而且这些考点词呢 它背后是有重大含义的 为什么它翻来覆去考 resemble 这个考官有病啊 看见resemble就来like 它的目的是什么 我给大家解释过 这个很重要 所以说是要学以致用吗 请你在我们的教材里面去找 如果你需要迅速通过亚斯考试 你不去管 他为什么考 如果你想真正透彻的了解亚斯 通过亚斯来提醒你的真正英语实力和留学 出国之后生活学习当中 对你有帮助 知道它的终极意义 请你认真看我的分析 为什么resemble如此重要 这个单词 好了 不再多说了 不再多说了 好的 好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题杆中有三种词汇 主题词不认识 没关系 但是模板词你要不认识 我要打屁股 然后我们这个流派读家的考点词 必须我背了 否则的话 你就麻烦了 好 然后最快补充词汇汇量阅读的方法 词读读汇量的方法呢 是在Helen给大家公布的12类 我总结的主题词当中 OK 前不久有个学生就在说嘛 很多同学在问 写了一个心得 我记得是 多少分到8.5 反正也就是5点几到8.5 提高的很快 然后里面就写的很清楚 我用了我们的 12类的主题词 这个没有出版过 没有出版过 好 明白了同学们 你的词汇到底缺什么 好 其他的词汇书别去背 没有意义 A到Z的词汇别去背 没有任何意义 没问题啊 好 那他到6类 我们是不是发到6的 12类融合成6类了 对对对对 那12类是不是融合成6类了 那在那个Helen那儿 是12类融合成的6类 应该是 好了 我们再来说三种keywords 三种keywords 那在读题的时候 同学们都知道 在亚式语读动中定位很重要 很多学经常找不着 就是找得慢 找不着 花很多时间去找原文出处的同学 打个1 花了很多时间去找原文出处 找得蛮大 请打个1 我看看 很好 大部分人都会有一个痛苦 好了 于是问题来了 哎 问题来了 你们为什么找不着 是这样的 来我跟你说 别打了 找到还找错 对 请看好了 这是一篇文章 看好了 这是一篇文章 然后呢 这是第一题 按照我们这个流派呢 一般来说只看第一题 对不对 如果是这个true false non-given 不是匹配题 一般来说很少匹配 第一题 好 看完第一题 我待会再说 看完第一题 一般来说你们是这样的 看完第一题 画出keywords 这个keywords 比如说长相 乖单词 数字人民 花 画了之后就去找 读读读读读读 终于读到这 有 对不对 出来了 然后认真读这句话 再认真读题干 然后选出正确答案 是不是你们这么做的 凡是这么做题的 来选个1 好了 那我要告诉你 这是错的 凡是这么练的 都通通没戏 真的同学们 你一定要重视 我说的这一点 听了吧 我来给你解释 你从刚开始就错了 刚开始应该怎么办 我是这样办 同学们 你首先我一个月分析 就是你们在下个胡稿 所以说你知道 我经常说你们下个胡稿 你还认为我在开玩笑 你还我在逗你们 听好了 听好了 同学们 你同意吗 早晚都要读对 在认真读完第一题 才能选出正确答案 你干嘛不一上来 把第一题给我读明白 我是这样说的 读题要慢速读题 读两遍 如果把题目都读明白了 你不用画keywords 都可以找 都可以记得住这道题 我们画keywords的目的是什么 是这句话太长了 我记不住 OK 我可能记不住 这时候我要画出 一个词来代表这道题 那这个词一定是要题的重心 听我说 重心 OK 听好了 如果这个题目都读不懂 你怎么可能画对重心呢 很能够于匹配题也是 都不知道这个题 大概画了这个keywords 去匹配 这句话在讲什么 都不知道 你这找什么呀 我是这么做题的 第一题读两遍 读明白 知道他讲什么 然后迅速回原文中迅速的找得到 印象深刻 我印象很深 对我找的东西印象特别深刻 我才不容易漏掉 我才能找得到 找到之后一读 R true 一读R false 我不用再去读第一题了 我早晚都要把第一题读两遍 我干嘛不必上 我再说一遍 你们做题是这样的 先第一题读了一遍 画出keywords找 找到之后再读 题杆 再读原文 再读题杆 第一题你读了两遍 我是这么做的 一上来就把第一题读两遍 印象特别深刻 画出正确的keywords 找到原文就选答案 你是选哪种 OK 别痛苦 同学们 一上来就是瞎搞胡搞 来我们来试一道题 你马上就明白了 请看到 见巧思七 请看到见七 见七 见七 请看到见七 我们来找一篇文章 找一道题 你来尝试一下 来见见真题 25页 25页 21题都做过 我知道你 你知道你们怎么干的吗 25题你们怎么干的 25题 25页 21题 25页 21题 你一上来 What is the purpose in the high intro 大写 很高兴 大写 Asian 古罗马呀 就开始找 整篇文章就没有 大写的Asian 没有大写这个词 就没有Asian 这个词 OK 兄弟们不是这么干的 这道题应该读两遍 听好了25页21题 我是这么读的 每个人的用水是高的 比谁高呢 在工业世界比古的哥们高 我再读了一遍 发现 他在讲 工业世界里边 每个人用水高 也说现在吧 现在我们是工业世界 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用水 比古代哥们多 我觉得有道理 为什么呢 我是现代人 我们每天对自然资源的消耗 比古代哥们多 不是很正常 我们现代人每天还用电 我们现代每天还用WiFi 现代人对古代 对这个水域资源的占有率 每天的消耗 比古代哥们多 我觉得对 好了 这道题真正的考点是什么 我告诉你 这道题真正的keywords 其实是那个hire 那个对比hire 所以说我要回原文中去找 现代人和古代哥们 每天用水 到底谁多 到底谁多 如果我发现原文中说到more than 找去选次 如果原文中说到现代人 说到古代人 没有比较 选到given 如果原文中说到less than as much as 比他还少 跟他一样多 博持了hire 这道题选 这道题真正的定位 是找对比 我要回原文中找的不是古代 是找古代哥们和现代哥们 每个人谁用水 多这个对比 你读到我答案就出来了 能听懂我意思吗 读到了我的答案就出来了 我不用再去看了 OK 是的 如果所以说这道题的真正keywords 我画的是hire和asian room 这两个字一起的 OK hire asian room 甚至还画了industrial 如果我要去找古代和现代industrial 到底是不是hire 这三个是我帮助记忆的 如果我读了读得很明白 我甚至都不用去画一圈 论我就能找到 所以很多同学找不找 是因为你都不知道要找什么 OK 你没有真正把题目读明白 我要找的这个到底是什么 你都没想清楚就去找 还告诉我找不找 我觉得你真的很瞎搞不搞 所以说从今天开始 读题一定要读得慢 OK 你早晚都要把题读懂了 再做题 为什么不上来 就把它读明白 这么着急干嘛 OK 听懂了 所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很多同学一上来就画keywords 错 一上来不是的 读两遍题目 把题目真正理解 读懂你才可能画出这道题的重心 叫做keywords 好了 明白了 你今天晚上试一试 你不要着急速读 同学们 你读文章读多快 我不管 我说我读文章不出题的地方 你跳读快速的读都可以 但你读题 那是分 给分的地方 你搞那么快干嘛 你慌什么 对不对 你钱多是不是 1800多 教得不爽 我赶紧弄完 OK 不说了 给我调成这种真精快的作题方法 我们一个一个讲不着急 你要学的东西很多 你要学的 你也学 是的 简单的题 如果你一遍能读懂 那果然好了 但是我估计 我对你们的了解 大部分的题 一般来说需要读两遍 认真理解了 它会缩短你的 你不要觉得这个浪费时间 你这个花点时间 你找的时间就会缩短 OK 而且找起来很顺 很心情愉快 做起来也很快 其实这是节省时间的 OK 我说起来就很痛苦 同学们你理解到我说什么吗 如果你读这个读的模模糊的 早半天找不着 你到底是哪个浪费时间 你别问我 OK 不说了 考GMAT的时候 说管老师也这么说 那太好了 那太好了 真是这样的 谁说我们这个流派 是是是 我觉得有道理 那管老师不错 我听到很多老师 一上来画keywords 一上来画keywords 画什么keywords 提都没得画keywords 好了 管老师 很好很好 我当时学GMAT的时候都忘了 很久以前我听过他的课 当时我考GMAT的时候 管老师很不错 我基本上听过 新东方所有老师的课 最好的老师是管老师 真的真的 我不是 我听过所有老师的课 基本上 管老师讲得非常好 逻辑很清晰 GMAT 其他老师都是搞笑的 不说了 很好 来 说到哪里去了 开始 来 说到哪里去了 好了 就是继续第一个 然后再画keywords 有三大类keywords 三大类keywords 三大类 哪三大类呢 同学们告诉我 在我们这个流派有三大类 第一大类 写下来 普数级 普数级 sorry 我先说眼球级 同学们知道 眼球级 数字 大写 写体 hyphen 各种符号 就是能心理眼球的 长相怪单词 看到让你心理难受 回忆中一找 这好又难受 这个难受间的照应 能够迅速帮你找到 当然很多同学 词汇量比较小 一看全是难受的单词 那完了 整片文章的难受 那很痛苦 第一种叫做眼球级词汇 第二难受级词汇 眼球级词汇 第二类叫做普数级词汇 就是最简单的 如果一道题干 不是每道题都有长相怪的大写 数字 如果这道题很普通 那么找哪个词呢 找最简单的单词 实义的单词 名词也好 动词也好 形容词也好 找最简单的 给你印象最深刻的单词 听懂了 有同学问到我一句 你是把所有的题读了 再看文章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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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的 我们是不同的题型 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不是这样的 OK 很多同学说 把所有的题看了 同学们 你对自己有信心的认识 以我对人类的认识 是这样的 我们人类啊 记一个正常人类啊 记一个东西 是很容易记住的 然后就容易找得到 你让我同时 记13道题的keywords 让我记5道题的keywords 同学们 你能全部记住 找得到 那是你的幻觉 OK 我们对自己啊 要有清醒的认识 同意吗 对 周伯通能记两个东西 都不错了 兴奋二涌 我只能记一个 去找 容易找得到 对对对 一直很清醒 好了 好 我们待会儿 一个一个来说啊 来 所以说 刚才我说到了 这个朴数级的keywords 我们来做一道题 试一试 我们来试一试 普数级keywords 什么意思 来我们请看到 健强是8 我们来翻译道题吧 普数级keywords 请大家翻到 健强亚斯8的 第20 我们来看看 这种痛苦的题型 which progress contains information 哪个赞到包含下面的提醒 然后信息 而且 不数级 请看第一题 朋友们请看到第一题 他说一个描述这个词线的同学不用去画了吧 这没有意义啊 哪个在那边描述都在描述不用管 他说一个早期计时器的发明 被影响 affected by 被谁影响呢 cold temperatures 这个单词大家认识的 翻译成中文 早期计时器发明被寒冷温度所影响 读了两遍 明白了 在说什么 哪个自然段同时出现了早期计时器和寒冷的温度 如果冷和早期计时器出现 在同一个自然段 那么这个自然段很可能就要选给第一题 但是我们发现 发现什么 同学们请翻到原文十八页 你看到标题就是计时器的发展 计时器的年代学就是讲早期计时器的 整篇文章都在讲古老的早期的计时器 OK 所以说其实每个赞兰都会讲到早期计时器 那么问题来了 相当于这道题被他改写成什么呢 听我说 对 改写成code 相对他在问 兄弟 在一千个单词的这篇文章当中 哪个单词是code的同一词呢 code这个单词的同一词在哪个自然段呢 答案就是他了 我这么说你理解了吗 理解吗 同学们 相当于就在问哪个自然段里边 哪个单词一千个单词里边 哪个单词是code的同一词 就这样的 如果他出的简单一点 他就会出 比如说某个自然段 你看到了一个winter 冬天 比如说某个自然段看到了low temperature 低温 比如说某个自然段看到了ice 冰 OK 或者freezing 这道题出的是freezing 没问题 OK freezing 好了 如果他出的难一点呢 听我说 他会出是什么样 北极这个单词你背过没有 南极artic 你背过没有 OK 远离赤道有可能都来 北极熊他出现了 哇 同学们 听懂了 企鹅来了 那这个单词你都不认识 企鹅生活的环境当中 是不是越来越有点冷的感觉了 是不是 所以这更难的来个QQ 一看QQ 小企鹅吐血 就冷 当然不会这么出了 怎么出就出问题了 不说了 对 是的 所以说你当然你不能期待 原文中就是code 极干中是code 那不是雅思考试 那是视力全球视力测试系统 不是全球英语水平测试系统 同学们 所以说这种题 说到底 我最后都说都是连连看 养思语读全是连连看 管他什么题 全是连连看 你又不相信 对 来我再说一个 再说一说的提醒 顺便说到这种提醒 这种提醒不就连连看吗 我再说一个提醒 看好了 heading 比如说这个heading 这是第一个heading 然后你认为这个heading 有点像A段 有点像A段 对不对 有点A段 好了听我说 看黑板 这个很重要 我顺便讲一讲 让你体会一下真正快的真正的奥秘 heading 看好了 然后你在做题的时候感觉 好像第一个heading 有点像A段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同学们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来有这种感觉 我先上做题打个1 我看看 对对对 好像 第二个heading 有点像B段 完了就是这种 都不像 好 同学们请注意了 怎么办呢 这时候 很多时候就开始懵了 开始懵了 没声音了 就开始懵 管它都能先弄上去再说 待会要对答案 对不对 平时练都是这样的 然后上来考场 也没对答案 下期都是忐忑不安 反正就看分数 同学们我告诉你 是这么做的 听我说 比如说这个heading 如果还有六个单词构成 听我说 如果这个heading 有六个单词构成 你以我对你们的认识 你们的水平是这样的 每个单词 那大概都看得懂 但是放在一起 搞这个短语 这什么玩意儿 这么抽象 是不是我对你们的理解 是正确的 好多单词都可以 但是放在一起 这翻译都不知道 怎么翻译 准了 因为我了解你们了 对对 我说过嘛 在亚里斯多德说过 The highest form of teaching is understanding 教育的最高形式 就是理解 你们的问题 我都不知道 我还讲什么 讲 对不对 好 不说了 好 听我说 这种东西怎么办 没关系 听我说 从按照道理来说 如果我们假设 第一个heading 就是A段的中心思想 那么从理论上来说 每个这个构成 这个heading的每个单词 在这个阵段里边 都应该看到 这个单词的映射 什么叫做映射呢 就是要么这个词 在这个字案段有原型 要么这个词 在这个字案段 有同一题话 你同意吗 如果这个heading中 某个词 你找不着 这个字案段 这个都没有 这词 同一词也没有 意思的 他表达的意思 这个字案段 根本就没有 那这个heading就一定是错的 为什么 中心思想 这个意思说 这个单词表达的idea 这个字案段没有 那怎么可能 那你理解 我在说什么吗 所以说 我们说过 再我再画一遍 听好了 如果这个heading 你在a段里边发现 这个heading里边有个词 这个这个字案有 你千万别着急学 为什么 因为这个heading中 这个词 有可能是主题词 好几个字案段都有 因为这两三个字案段 其实都在讲 某一个大的中心 分中心 这个字案段 这个这篇文章 可能有三块 这三两三个字案 组成一块 这一块里边 可能都在讲这词 如果只看到一点对应 你不要着急学 但是看到两点找出来了 同学们 我说过 段中找两点 做heading 我们从来不看 手句末句二句 从来不是重点 都手句二句末句的 对大部分同学来说 你重点读了 手句二句末句 你也读不懂 OK 你也只能理解80% 你每句话重点读了 你都不知道 你还重点读有意义吗 所以说以我对你们的理解 你们就去给我找 段中找两点 只要找到两主词 heading中 在段落中出现了同一题外 找到它的原型 是原识 就可以两点确定一条线 可以选 如果你找到三点 找到两点 你可以选 正确的90%以上 如果你找到三点 同学们百分之百对 但是平时我让你练的时候 是每个单词都给我找出来 只要我想选第一个heading 我感觉好像A段应该是第一个heading 别着急选答案 请你把第一个heading的每个词在A段中国画出来 画出来了再选 画不出来就一定是错的 请你找其他三段 听懂了 如果你平时这么做 我才认为你是有意义的在做练习 在练你的这种敏感度 练你的这个精细的阅读理解力 否则你没有练理解力 你在做题刷 洗刷刷洗刷刷刷 今天刷一套 明天刷一套 经常给我刷 刷了两遍 怎么还是那个分 你刷呗 对不对 你又没练你的阅读理解能力 你今天就刷吗 没问题了 练习要计时 当然不能及时了 不能及时 我说过 待会我再讲 听懂了吗 同学们 听懂没有 说heading就是段中找两点 在我看来 所有的阅读题 包括匹配 不都是连连看吗 连连看吗 所以说我特别讨厌那些技巧 真金派的独家技巧很有趣 跟其他流派完全不同 没问题 没问题 OK 好的 好了 所以说 请注意这个 我讲的这个特点 如果你平时都不是这么做题 你阅读考的分数低 这个很正常 我告诉你 是犯法错 很多同学阅读分数低 不是不努力 是真的在乱搞 好了 这是我们讲的 刚才我通过code 给同学们证明了 谁告诉你形容词 就不是keywords 谁告诉你名词 动词才是keywords 形容词也是 普数级keywords 好了 还有第三类keywords 叫做 叫做逻辑关系词 请你写下来 逻辑关系词 在真金派三种keywords 在题杆中 首先你把题目给我读懂 然后再去画keywords 读题 题目读懂了 然后找到重心 如果你要去画keywords 再画三大类 第三大类 逻辑关系词 什么是逻辑关系词 最常见的逻辑关系 记下来 这三种就行了 并列转折因果 这是最常考的 整个雅思里面 考的最多的 只要这三种就够 并列转折因果 题杆中 有并列转折因果 原文中 必然会有并列转折因果 这么多怎么走 没关系 你不练 练着练着 你就会发现 雅思图挺好玩的 不就练练看吗 对不对 好 很有趣 好 并列转折因果 有问题吧 写下来了 我一个一个讲 不要着急 因为第一天 大家是最累的 我相信 因为你突然接触到 真金派的各种内门理论 和你颠覆你以前的三观 然后我还没有 按照提醒一个个来讲 还是把这些理论 给你 用各种提醒来给你证明 这个理论是互通的 所以说你接受起来 可能稍微有点累 没关系 同学们 要花时间来 这个总结 今天晚上 不着急 再慢慢来 你会在后面的课堂当中反复 这些理论都会反复重现的 我会来讲解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耐心一点 OK 是不是有点卡 好了 我们来看病例结构 我们来看看病例结构 非常好 我们来看看病例结构 它怎么去考的 它到底有多重要 来 请翻到间期 我们这本书来给你展示一下 请看一下 关注一下 end 是非常重要的考点之一 请看到间期的第21页 21页 20页 请看到11题 11题说 radar is an inaccurate term when referring to best because 请你画一下这个英国关系 because 题杆中有because 原文中必然就有because 它的统一表达 否则他怎么敢 题目中写出来这个词 because 你一定要去找它的统一词 很简单 这个很好找 印象又很深 12题 雷达和声 请注意这个病例 这个radar and solar 那原文中必然会有and 这个词 雷达和声大这个病例结构 去找 它有可能是not only radar but also solar 好了 再往后翻 同学们就这本书 就翻间期就行了 我们往后翻 请大家迅速翻到 请大家迅速翻到 sorry 好了 我们迅速翻到47页 47页 同学们请看到 47页 47页的26题 请注意 这条题这么说的 He feels 他感知 他感觉 他认为 this would help to change attitudes of both a and b a和b的态度 明显 这应该是两种人的态度 人才有态度 attitudes 那么要找and并列结构 就是最后一道题 来自于文章45页 见其45页 倒数最后一句话 就最后一句话了 请迅速找到and这个单词的原文出处 OK 他这么说的 it could go a long way he says to 非常好 shifting 请把这个词换一下 shifting consumers as well as farmers OK 所以说你注意as well as 就是and 那shifting这个单词就等于change 期间中的你要看懂啊 这个重要的考点 shifting 等于change shifting还等于什么 能告诉我吗 shifting还在亚斯当中 有另外一个同义词替换 告诉我shifting等于什么 打出来 alter 完了 在键7里边 就在键7里边 考过 shifting等于什么 modify不是 transfer不是 你们做过这套题吗 键乔雅斯7 做过这套 做过键乔雅斯7吗 做过 shifting还被考过一次 考的什么transfer 都不是啊 同学们 你们明显对考点没有把握 没有做过啊 没有做过我就不说了 来我跟你说 等于什么 请翻到24页 就在键7里边24页 24页 OK 24页一段 一段手据 我都给你听 24页一段手据说 在新千年的初期 但是 the way方式 资源计划者思考 的水的方式开始变化 请你画一下这个change 这个单词 the focus is slowing shifting back 变回到 把shifting画下来 这里的shifting和change 等于22页 第一个heading里边的 哪个词 给我画下来 给我打出来 等于22页 第一个heading里边 哪个词 非常好 revision OK 这个单词叫做修订 复习 修改 非常好 看明白了 同学们 敏感吗 OK 好了 所以说在shifting 这个词 我看到同学们 这就是考点词 所以说shifting后面 跟的真实考上中考点 我们在新一版的 见识版的 这个 四阅读考点词 真经里边 给你列出来了 还有哪些的 在真体考上中常见的 你们不对它不敏感 就没办法 好了 这是我讲病例解构 在往后发 有多的是 咱们来看一看 对病例解构 一定要敏感 来请翻52页 见期52页 见期52页 OK 好了 所以说 今天终于体会到了 这个 真经派的感觉了 真经派的阅读 是什么样的 来52页 请翻到52页 就咱们见期的52页 好 请看到这种体 匹配体 你们很痛苦吗 36页到39页 为什么痛苦 因为选项太长 那么多选项 要把他们读完 把keywords画出来 那篇文章 我相信读了两个段段了 就这种感觉 这种题 不要去读选项 因为选项都是很多干扰的 不要去读 那怎么办呢 直接看36题的 这个句子前半生 他说 constructional footbrage steps and hand drills 好了 这是一个 这是题干 那么画出题干 它在讲什么 你一定要读明白 什么什么什么和什么的建造 怎么样 同学们请注意 画出keywords 画出36题的keywords 画出来 你画的跟我画的是不一样的 好了 听我说 我画的是什么 我画的听好了 请你拿着笔 在这个题干上面画 画四个字母 foot这四个字母 后面几个字母别画 and画下来 hand 所以说要记得是什么 手和脚 普述级keywords 最简单的单词 加上并列结构 我心中就很简单了 我要去找手和脚 原文中一定有手和脚的并列 第三个并列我别管 手什么脚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最好记得 最简单 最容易印象深刻 最好记得 就是手和脚 所以说我找起来就特别快 我也不会漏 这叫做 普述级keywords 加上逻辑关系词的一个结合 你们找过了吗 好了 于是去找手和脚 一下就找到了 手和脚 咋里呢 49页倒数 第二字眼一段的最后一行 请你找到手和脚 找到没有 49页倒数第二字眼的最后一行 手和脚出现 好了 我们来读读这句话 这就是原文出处了 这句话这么说的 他说手和脚找到没有 49页倒数第二字眼的最后一行 他说 这句话这么说的 这是有意义的 什么有意义呢 to improve the past 提高道路 by building 键 123 好 我们马上发现了 building这个词 其实就等于提感 这个construction 那么好了 那应该是什么答案 感觉在原文中应该是improve the past 作为这句话 相接在一起 对不对 成为答案 但是我的印象当中那些单词选 那个选项列表当中 那个句子都很长 对不对 都很长 于是你找一找 稍微找一找 A到J选项 improve提高道路 同一选项 其实我们找得到 找到哪里 找到D选项 于是我们找到了D选项 是不是这样的 听不到了 请看到D选项 D选项 找到了一个提高道路 但是后面有一串 后面有一串是什么 Useful transport up and down 不知道在讲什么 但是有一个并列结构 up and down 上上下下 是不是原文 我们要确定这道题 真的是不是对的 如果它D选项 只有两个单词 improve the past 那我就选了 但是它后面除了improve the past 还有其他这些信息 其他信息真的是吗 我们去找上上下下 结果我们发现 来49页倒数第二阵段 在49页倒数第二阵段 最后一行出现了手和脚 多余信息在哪里找 不能往下面一个阵段找 因为是另外一个阵段 讲不同的意思了 所以说只有往前找 往前找上面 这个阵段的第一句话 一看most goods were transported on the past up and short past up and down 找到就行 确实在它的附近出现了up and down 这个并列结构 所以说这道题是通过两个并列结构 一个定位 一个确认答案 完全正确 这种做题是比较简单的 并列结构出现 体感中原文中必然会有 没有其关系 听明白了 打个1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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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题其实没你们想的那么难 好 再往后看 看到68页 我们再讲一讲 并列结构有多么重要 非常常见 并列结构在68页 68页在哪里呢 同学们就是见期 68页 同学们请看到第8题和第9题之间 请你画一个表达 and also and also 并列结构 第10题前面 and 并列结构 by doing something and by doing something 第10题 应该填 对 第12题和13题请看好了 否定句的并列结构 12题前面说 他们不会影响到什么 也不会浪费什么 同学们 找两个否定句的并列结构 在原文中你还找不着 我就要打屁股了 很多同学没有去复习这些 就是画keywords 我告诉你 12题和13题的keywords 还不好画呢 应该是两个nugget和那个and 作为它的并列结构 作为它的keywords 那么你现在我在说什么 好了 最后呢 就这篇文章再翻到91页 当然并列结构考得很难的 当然我给你证明一个 我们先看个简单 看到91页 91页的13题 13题同学们请看到最后一个题 它是中国什么 as well as for sending something 是不是考并列结构 as well as中国附近去找并列结构 迅速找到90页倒数第二阵段的 倒数第二行 90页倒数第二阵段的第二行 中国找到 然后把as well as等于原文中的答案 那个单词给我画出来 然后自己再去填答案 所以又考到了as well as等于and 好了 我们先休息5分钟 但是我们来测试一下 给你做一道比较难一点的并列结构的考点题 我们先休息5分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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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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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新世界就是American 相对立的就是所谓的旧世界 是欧洲亚洲有亚洲 OK没问题 所以说他通过这个来搞你 有意思吧 有意思 这是剑桥真体 很有趣 所以说他出的非常的学术 我觉得比较学术 反正找到没有 知道我在说什么 呵呵一下了 知道剑桥还这么来搞的 所以说你以后不要放弃这些 不要说这个住室就不考 谁告诉你住室不考的 谁告诉你住室不考 OK 最佳省友 对了心机表就是他了 那么这种题呢 也是在考的并列就够了 OK考的很有趣 好我们来看一看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做 请看到剑巴 是小心啊 小心啊 小心 小心 所以很多陷阱 剑桥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陷阱 为什么要小心 那在48页 剑巴48页 我们来看一看 来 剑巴的第48页 好了 我们看到这个summary 看到这个summary 学习们请关注一下 这个summary整个都在考并列结构 你看18题19题中间考and 并列结构 20题后面那个rother than是a 而不是b 其实也是一个并列结构 好 那这个21和22也中间考到and and yet 并列结构 整个五个题 整个就是考并列结构 整个summary全对的同学 我认为这个summary 回去自己试一试 我这只将两道题 你如果全对 我认为你是并列结构通关 没问题 是重大考点 并列结构 好了 我们来试一试吧 来试一试 试一试 我们来做两道题就行了 18题和19题 请看这个summary 它这么说的 它说documentation 这篇文章小兵器 文章的背景 我就不多说了 小兵器 好 说过去气候条件的文献 documentation是有限的 is limited 注意这个短语 画下来 is limited 直接写作口语的时候 说我们的资源 是政府的资源 是有限的 政府的预算是有限的 OK 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 我们的审理是有限的 我们的经历是有限的 就是is limited 这样用 好 过去的文献是有限的 我们主要的来源 知识的来源 其条件过去 是什么和什么 明显要填两个名词 是什么和什么 好 回原文中 我先告诉你 定位在哪里 我们来看看 到底找过去 气候点是有限 来自于c段 请找到c段 全对 很不错 去看到c段 但是全对 是不是按照我的方法 自己的 我们来看一看 是不是你这么做对的 来c段看好了 c段说 重新图建气候变化 过去的气候变化 是极端困难的 这个看得到 because 因为c段的第一行 后面 because systematic 系统的气候观测 begin only 只是几个世纪前 才开始 在欧洲和北美 好 下面 records 记录 from India 印度和热带 非洲的记录 就更加最近 下面一句话 for tard before records again 在有记录之前 we have only 我们只有这种 记录 这个单词不认识 没关系 代理的proxy 代理记录 records 重新构建 主要一次于large from 树的联伦和冰盒 我们看到了 变业结构 是不是变业结构 来了 树的联伦和冰盒 supplemented 被本补充 被很少的 a few incomplete written accounts 当你看完这句话的时候 可以看到变业结构 于是很多同学 就看 想得到 新农的答案 叫tree rings and scores 树的联动和冰盒 让变业结构 正好翻过来 看a到i选项 正好bc 两个选项 正好对应 所以说填了bc 或者cb 变业结构 顺序无关 都对的 是这么做题的 打个1 平时是这么做题的 请打个1 还有同学说 怎么定位的随段 这个我再会讲 不要着急定位的问题 同学们 我们先说 好了 我发现了大量同学这么做的 同学们这是错的 不是这么做的 你这么做 上了考场肯定也没戏 这是做题 我们要练习 真金派的总纲 我正好说标注法 标注法 什么叫做标注法呢 好了 标注法就是任何 我们说过 任何一道题 都有体干 体干中的任何一道词 必然来自原文 我要求你 在原文中看好了 因为他等于他 看PPT 我正在演示 因为他等于他 他等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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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答案 必然就是他 你因为的越多 你的答案的准确性 就越高 我说明白了吗 我要求你画出 所有体干和原文 文中的统一题话 而且这道题就被标注在了这里 这叫做总纲的标注法 好了 这道题我们来试一试 来 我现在让你画的 请看到48页 题干 画四个 四个单 三个单词 四个单词出来 第一个单词 Documentation 请你下发现 48页 这个上面的第一个单词 画下来 Documentation 第二个单词 Limited 下发现 第三个单词 Main 下发现 第四个单词 Sources 下发现 我让你画了四个单词 我再说一遍 48页 Summary的第一句话里边的 Documentation Limited Main Sources 请在原文中 用十秒钟时间 刚才我读到那句话了 迅速给我画出 这四个单词的 原文出处 是哪四个单词 替换出来的 其他单词不用你画 因为它是圆形 全部画对的 我告诉你 八分以上 没有任何问题 定时八分的苗子 全部画对 知道你做对了 我不知道你是几分 但是如果四个单词 全部画对 我认为你的理解力 特别强 你就是八分的苗子 迅速画出来 它画出来 我开始说了 画出来没有 有书没有 看不到 我在讲教材 没有 PB上没有 好了 首先我问 Documentation 不是等于Records 你们画的记录 这个单词 原文就是很清楚 古代人很少做记录 天气记录 OK 没有这些记录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只能通过什么 来看到 记录 记录 很少 大自然的记录 大自然的记录 这个记录很少 我们 Sorry 它是说文献很少 文献是等于C段 第五行 最后一个单词 画出来 Return 下面 Accounts 非常好 Return Accounts 建签 18 46 页 正数 C段 正数 第五行 最后一个单词 Return Accounts 写下来的东西 古人 写下来的文献很少 很少有人去记 家里多少度 雾霾 没人去干这个 所以说我们不知道 唐朝某一天 天气多少度 OK 是大风还是小风 没有人写这个 Return Accounts 我们的Documentation 很少 我们只能求助 大自然的Records 记录 大自然的记录 就是冰河和联伦 听懂了 所以说Records和 Return Accounts 这里不是同一个意思 是相反的两个意思 你解释的意思吗 所以说你是蒙对的 很同意 那如果你知道 Return Accounts 之后 那个Nimited 你就知道 它同一支是什么 Nimited Nimited 然后 这个Main 等于largely C段 第五行 largely 等于Main 那个Sources 等于from 来自于 等于来源 好了 请你再一次看到 C段 第五行 拿着笔 你应该画出来的是 在这一行里边 largely 我看到了 The main from 我理解了 被你改写什么 Sources 并且这个 我看到了 Supplemented 我没看到 但是没关系 后面说什么呢 A few Incomplete Return Accounts 等于Documentation 是Limited 我们主要求 至于这个 那么偶尔 就补充一下 Documentation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说这一行里面 所有的词 我都看到了 答案必然就是 Tree Rings And Ice Cores 这样填了答案 你不会去对答案的 你没有对答案的需求 同学们 那百分之百 就是它 我要求所有的学生 必须这么做剑桥 叫做练习 你不是这么练的 都没用 练你的精细的理解力 听懂了吗 同学们 OK 如果你不练 这种敏感度 你上了考场 还是那水平 理解能力 好的 好的 现在明白了 好的 所以说 很多同学 这道题是做对了 但是实时能力 没有得到提升 没有提升 你真正精妙的 微妙的 理解力的练习 当然可以了 必须这么来 必须这么来 好 现在我来说一下 同学们 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 不要着急 我说一下 为什么我反对 精读了 听好了 好了 我讲两个理论 看好了 开始了 我们这个流派强 到底是什么 看好了 出题 比如说是题 我们定位这个题目 要填一个单词 好了 定位keywords 迅速往下读 比如说第一章段 他不出题 不出题 那就读得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 OK 知道这快速度能力 越快速越多能力 好了 如果出题了 出题了 东西们 什么意思 认真读这句话 然后再认真读这句话 和题干进行这种 因为他等于他 因为他等于他 因为的越多 你的正确性就越高 所以答案就是 进行这样的对比阅读 所以说我们这个流派 强调的是什么呢 强调两个重阅读方法 第一个 快速阅读 第二个 对比阅读 请你在你的笔记本上写下来 快速阅读 对比阅读 OK 我强调的是 快速阅读和对比阅读 我再说一遍 我们不强调精读 什么叫精读呢 很多朋友的理解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同学们 你的阅读差 怎么办 老实说了 多读吗 精读吗 比如说每句话 不认识单词查出来 这个句话都不懂语法 分析一下 查诺句分析一下 对不对 天天这么练 好了 你这么一练 同学们 我告诉你 一篇文章搞了一个小时 终于把它精读完了 但是你永远没有练 对比阅读 这种真正的 拿分能力 和快速阅读的能力 你上考场读的又慢 又不知道别人再怎么出题 你精读了会提高吗 回答 总比你不读强 你精读 对你阅读水平一定有帮助 但是我们这个流派会 如果你用一个小时做精读 你还不容易一个小时 按照我的方法 既练快速阅读 另外对比阅读 我告诉你 我的效果会比你好得多 对 对比就是总纲的标注法 找出所有的替换 然后画出来 而且你一定要在你的 旋子上给我画出来 我经常看你们的剑桥的书 一看就知道是不是本门地址 本门地址全是这么干的 这道题就是画出来的 然后把答案中个圈 一看 因为这些同意电话和题干 你看 每道题都留下了你的做题思路的 将来十年之后 或者二十年之后 你再来翻 你知道这道题 我是怎么做的 对不对 很好的 不是本门地址是干嘛 要么假装高手 全是白的 你看整个剑桥都做完了 原文是白的 假装高手 还有的是干嘛呢 乱图乱画 什么最高级画一下 转折来一下 管他怎么来一下 想起来 你自己觉得哪个重要 就来一下 那都是野路子 野路子 野路子 这四个词是怎么画出来的 当然理解了 理解出来的 OK 你看到它的变化 我们再说吧 以后再慢慢去讲 可以慢慢 今天是不是一下灌输的比较多 一点受不了 那么 同学们 你只有这么练 才能提高你对同意替换的敏感度 你不这么练 你根本看不出code 其实最难的还不是这种题了 最难的我说过 是那个which paragraph count 这个匹配 为什么 给你很多句子 给你很多句子 然后问哪个字案段不含这个信息 其实就在问 这个句子里边的某个单词 哪个字案段里边 1000个单词里边 哪个单词是它同意词 这个最难 大海捞针 你要对同意替换不敏感 同学们 它肯定死菜 你为什么做匹配题这么难 因为是大海捞针 你不知道在哪里找 它可能涵盖全文 如果你对它的替换 同意替换这种词不敏感 你读了一遍找不着 你再读一遍 演样找不着 还浪费时间 你理不理解我的意思 所以说匹配题 我最喜欢了 因为匹配题就是来 干嘛 测量你 1000个单词里边找 你还不知道在哪里 就是测量你最高敏感的 不仅是悲担词 是要敏感 要敏感 对同意替换 要极度敏感 要练 要有这个意识 特别强调的这个意识 对 首先要把我们的400多个 几个考点词给我背了 翻来覆去的替换的 就他们 好了 这是我说的 我特别讨厌你们精读 不要给我讲精读 经常同学们在微博里问 老师怎么精读 我一听 这不是我们流派的弟子 我们流派只讲快速阅读 和对比阅读 好了 第二个我要说的是 那么问题来了 有的朋友说 老师 对啊 真经文也是这样 那必然是这样 必须是这样 OK 所有的阅读必须是这样 那么同学们 所以说我今天要求 只有一个要求 定好了 今天回去 我不布置作业 我会布置作业 但是我不值得任何一篇文章 我希望你做题方法是这样的 任何一道题 不要管时间 你把每道题给我画出来 比如说第一题 我不管是true false not given 还是summary 还是whatever 还是heading 还是heading 还是匹配 请你在做这道题的时候 把每个单词 这个题杆中的每个词 过原文中出来 全部给我找出来 然后再去选答案 尽你最大的可能性 按照这种方法 你做一篇文章试试 你可能两个小时再做完 但是做完之后 你发现一对答案 哇 我只错了一个 哇 满分了 同学们 我告诉你 你就应该是满分的水平 你终于触摸到了高手的境界 终于感觉到了方向 努力的方向和高手 你会告诉我时间不够 同学没关系 OK 你就按照这种方法去练去缩短 因为你对这种方法不熟 所以说时间不够 你就不断地按正确的方法去练去缩短时间 听懂了 你先找到高手的感觉 可能就做了一年的亚瑟语读 高手的感觉都没找到 天天在那干嘛 把低手的感觉练得特别熟 这个一个小时本来阅读 这个四十分钟就做完了 把低手四十分钟就做完 你有意义吗 OK 所以说一定按照每道题 总纲标注法 我在总纲里面写得很清楚 他们说这是 这个行业里面无法超越的一本书 那当然了 其实不是无法超越 是完全跟他们不一样的 跟所有机构都不一样 因为这是我们原创的 好了 因为我们反对精读嘛 好了 听好了 是 来 接下来我要说 不是扫读 找着关键的其他 我会带着同学们来 一个同学问到一个快速阅读是扫读 可以这么说 但是其实快速阅读有很多技巧 我会带着同学们在阅读当中去试的 你别着急 不是一句话扫读 就能够搞定了 来 接下来我要这么说 听好了 我再说时间的问题 同学们请看 请看PPT 我给你画一个 这个这个坐标 如果这一点是我的要求 比如说 这一点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代表了时间 这个代表了 accuracy 准确性 好了 比如说我对你的要求 同学们将来你的目标是 20分钟之内 做完一篇亚识阅读文章 然后正确率达到90% 比如说这是我对你的要求 20分钟之内 做完一篇文章 达了正确率90% 你有两条路去达到 第一条是这么走 第二条是这么走 第一条路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每次做题都卡时间 但是你正确率很低 然后不断的通过你的练习 提升你的正确率 第二条路是什么呢 我的正确率 每次的要求保证的最高 每道题 我一定要看明白 说的同一替换 然后去选答案 100%进自己最大努力 100%确定答案 我再去填 拿不准的 怎么办 拿不准 我多找一组同一词 我再多加一句话 听好了 你们经常是这样的 比如说这个空格 我感觉应该填这个词 感觉 但是拿不准 为什么拿不准 你可能只看懂了 这个词等于这个词 就感觉好像应该是他 不要着急 当你不能100%确定的时候 请多看一组同一题话 你会发现 原来这个词真的还等于他 于是还不要着急 你再看这个词还等于他 于是答案就必然是他了 明白吗 同学们 多找一组同一题话 那题我做不出来就做不出来 我不是填都可以 我觉得难 我放哪 我最后对答案 那就是真正你 可能词汇上的问题了 好了 明白了 好了 同学们请听好了 这两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就是 我刚开始做 因为对这种方法不熟 对同一题话不敏感 那我做的会很慢 找起来也慢 同一题话看漫天 再看明白 我时间慢 但是我没有提的正确率 我每篇文章正确率强 我一篇文章可能做完 要花一个小时 但是正确率很高 好了 慢慢慢慢的 随着我对同一题话的敏感度 再加强 好了 我的时间越来越短 越来越短 A方法和B方法 我们永远强调的是B方法 我们特别反对A方法 为什么 就跟你打拳一样 有所有的教练 永远都是 你要打一套拳 20分钟之后 20分钟之内要打完 将来比赛的时候 打得谁漂亮 谁知识最标准 谁是满分 首先所有交拳的教练 根本不管时间 是把每个动作 先给你标准化 第一个动作是这样的 来给我站10分钟 记住这个动作 手太高了 拳一点 记住这个动作 记住了 我站住 站10秒钟 OK 然后明天我再教第二个动作 没有教练是这么干的 同学们 所以上来 同学们将来20分钟打完 今天我把这个拳交完 你要打得快点 快快快快快 20分钟打完了 虽然动作不标准 没关系 天天练 同学们那惨了 所以说 你知道我这个比喻 同学们 永远是正确率优先 永远是正确率优先 正确率优先 说明你的方法好了 我就在你现在的水平上 你不用背新词 你也不用学新的语法 你就这阅读水平 但是我现在要把你 你现在的阅读水平 调到 你最高的正确率 你知道我想说这个意思吗 我想表达这个意思 你不用背新词 你也不用学新的语法 你就这水平 但是要在现在的水平上 调到最大大的正确率 然后找到正确的方法之后 再来通过不断的练习 来让最正确的方法熟练 而不是一上来 让错误的方法 变得越来越熟 说了半天 同学们 你同意我的说法吗 这就是很多同学的错误 一上来就卡时间了 然后强迫自己快 这是不对的 我们一定要慢下来 慢下来 去真正了解 阅读理解 理解的是什么 我做每一道题 是不是在练了我的理解能力 OK 好了 不能再同意 好好好好好 所以说同学们 其实我经常说 你也可以告诉你的身边的小伙伴们 学雅思阅读 学什么阅读也好 首先不是上来做题的 不是上来背单词的 先听我说 先来上课的 要上贵学的课 上完课之后 你才去练 那种练习才是有效的 自己平时在家瞎练 胡练浪费时间干嘛嘛 你有点时间 我跟你说 你要考雅思 你要么考雅思 一上来就要听我们讲 怎么背单词 怎么练阅读 OK 如果你不是一上来听我讲 怎么背单词 怎么练阅读 自己在练 练了一个月 那一个月的时间 还不如跟女朋友去看电影 那瞎搞胡搞 真的 好了 是 现在你知道了 我经常说你们瞎搞胡搞的意思了 好了 这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几点 希望同学们能够理解 而且我说到了 反对精读 提倡快速阅读和对比阅读 能力 你接下来 所以说在我们这个流派的 独家的get教学体系当中 我们是反对精读的 我们是提倡快速阅读和对比阅读的 好了 接下来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一道 拿一篇真题给朋友讲一讲 来 请大家看到 剑巧思7的第18页 我们来试一试 真正到底是怎么做题的 剑巧思7第18页 讲了半天 终于进入真题了 回去好好 回去今天作业 回去首先把我 你的笔记上这些东西 好好地总结一下 哪些讲到了 是你自己的问题 哪些不是你的问题 特别是你自己的问题 一定要给我纠正过来 否则都白搞 OK 今天中了几枪 回去自己数一数 是浑身都是弹孔 OK 没生意了 全身都是弹孔 很疼 疼就对了 对 治疗嘛 要疼 好了 万简穿新 筛子 好18页 我们看到 今天 透光了 好了 我们看到 你们很幽默 我觉得 你不要说我幽默 我觉得你们最幽默了 那为什么在 亚瑟口语考试当中 你的幽默 没有像考官表 看出来 说不出来 好 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 Let's go bets 让我们走蝙蝠 好了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到底是怎么处理这个题的 题型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然后怎么处理 好 同学们请看到20页 当看完这篇文章的标题 Let's go bets 然后看到旁边一个图 画了个蝙蝠 没问题 然后接下来我们怎么处理题 看题型分布 首先看的是题型分布 听我说 首先看的是题型分布 那请看到20页到21 21页到21页 明显它只有三种题型 听好了 三种题型 第一种题型是匹配 那这种题型是乱序 整篇文章乱序 接下来是summary 大部分是顺序 顺序 我们认为它是顺序题型 那10到13题呢 也是顺序题型 所以说 在这种文章的处理上 听我说 我们是怎么处理的 我们首先 把1到5题 认真读完 读两遍 把每道题读完 画出keywords 但是你是记不住的 因为你读了5道题 画了5个keywords 你根本记不住要找什么 OK 而且有些一道题里面的keywords 还不止一个 你画个两三个 哇 那么多词 你根本记不住 脑袋都是晕的 去找人家找 真正要只能指一个东西 记得是什么呢 记得是第6题的keywords 我这么说的了解 怎么判断是顺序还是乱序 同学们匹配题是乱序 其他题顺序 判断学会觉得很奇怪 是不是吧 有的summary有道序 是有道序 但是不是乱序 什么叫做道序 我说一下 什么叫道序 原文中说A怎么怎么着 and B怎么怎么着 原文中是这么写的 在summary在改写的时候 我很可能改写什么B blah as well as A 怎么着 因为并列结构 我颠倒一个顺序 是没问题的 如果B我这一个空格 A要填一个空格 其实B的题 这个空格来自原文中 这个单词 A来自原文中 这个单词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所以你会发现 哇怎么是乱序 其实不是的 summary叫原文中的总结 它不可能乱搞 一定是按照一种逻辑顺序的 什么情况下 顺序可能进行改写 并列结构前后无关 因果关系 我可以先阴后果 或者先果后阴 于是就出现了 你们感觉的乱序 其实是倒序 能听到我在说什么吗 好了 同学们 明白了 除了匹配题 它真的是考你原文乱序 查找信息 迅速查找信息 对同一题外的敏感 特别敏感 考这种能力之外 其他的题 主要还是考理解 主要考理解 不是考你乱序去找 明白了 不用担心 好的 我们看到二十页 二十页的一到五题 来我们来读一读 一到五题 画出keywords 注意一到五题 画出keywords 第一题 第一题的keywords 同学们注意 它是这么说的 题目要读得懂 它说 例子 什么例子呢 慢慢读题 不要着急 不要搞很快 野生动物的例子 什么野生动物呢 除了颠覆之外的野生动物 请注意那个other than other than 他的反语词叫做rather than r-a-t-h-e-r 你写到旁边 rather than 对不对 而非叫做rather than other than叫做除了 那还在旁边写一个rather这个单词 rather这个单词叫做very的意思 我们在听力考试里边经常考到rather than和rather的区别 注意rather than反语词 而不是 而如果是rather呢 叫做非常 it's rather good 非常好 rather than good 就是不好 请注意 这都是考点 做下笔记 quite good 很好 好 他说除了颠覆之外的野生动物 也定义重去修饰 do not rely on 不依赖于 rely on 是亚瑟罗中要考点 rely on 不依赖于视觉去考 那这句话在讲什么 读了两遍之后你会发现 不是画了keywords就不管了 我告诉你没读懂题目要换成你自己能理解的方式去记忆 这道题在说什么 说 哪个自然段里边出现了蝙蝠和他的小伙伴们 听懂了吗 相当于我再去期待 哪个自然段里边出现了蝙蝠 还出现了蝙蝠的小伙伴 还有其他一些动物 蝙蝠的小伙伴 夜间的小伙伴 是不是这感觉 不依赖于视觉去导航吗 能不能听懂我在说什么 对 这才叫做读题读明白了 你如果这么理解 你读到的时候 你印象才会深刻 而不是一些孤零零的词在你脑海上去找 而那些词其实同一词 机会很特别多 你不一定能找得着 OK 这个很重要 哪个自然段出现了蝙蝠和他的小伙伴们 哪个自然段有一对动物出现 蝙蝠和一对动物出现 就这感觉 第二题 早期的鲍鲁动物怎么避免灭绝的 为什么这哥们没死 就这意思 为什么你没有狗呆呢 是不是这意思 为什么早期的鲍鲁动物没有狗呆 对 是不是这么急吗 要慢点读题 我再说一遍 如果你读话了你真的找不到 第三个 为什么蝙蝠在夜里觅食 你干嘛不白天出来 你有病 你为什么蝙蝠在夜里 为什么蝙蝠在夜里 第四题 一个特定的发现帮助我们理解 发现帮助我们理解蝙蝠了 一个发现哪个赞能讲到一个discovery呢 第五题 军事和回声定位 eco-location 这两个单词画下来 好了 完全理解了这五道题之后 你也记不住keywords画下来 对你将来翻得快翻过来看 明白 找得快有帮助的 你记不住这五个 你真正要去找的是第六题 同学们听好了 是第六题 优先细节题 我们认真要定位的是第六题 请看第六题听好了 第六题的第一句话里边 我们画出keywords 是哪个最简单的一个盲人 请你给我画下来 好了 请画了那个facial vision单译 好 可以 但是我记得跟你不一样 我记得是最简单的单词 盲人 只要读到盲人 我就开始做sumery跳过来 是不是感觉 是不是感觉 这对 主要读盲人 好了 接下来我们读A段 读A段的目的是什么 同学们 现在你读文章 一定要告诉自己 我凭什么要读A段 我读A段的目的是什么 解题 解哪道题 盲人 我优先要解决的是盲人 如果A段读完了 有盲人 我就开始做第六题 如果A段没有盲人 A段读完了 只可能出一到五题当中的匹配 听懂了 我这么说理解吗 我再说一遍 逻辑要特别清楚 你读哪个战断 你心中要特别清楚 我的目标是什么 我的任务是什么 我读A段的目的 只有一个任务 找盲人 如果有盲人 我就做第六题 没有盲人 A段读完了 说明不出第六题后面题 那只可能出一到五题 让我选一个匹配 听懂了吗 很好 10到11在后面 肯定在后面 同学们 你不用去想 OK 就顺序的 如果实题要在第六题前面 我说一下 如果实题文中设计 出在了第六题前面 那么好了 10题到13题 这些题应该出在第二种题型 而盲人应该出在第三种题型 考官不会这么干的 同学们 有可能不出题 有可能不出 所以说第一题 如果没有盲人 我们就来看一到五题 如果也可能不出 对不对 好了不说了 我们来看读盲人 接下来听我说 很重要 我把我的词汇量降低得比你们还差 我告诉你 一个小学生是怎么雅思阅读考出7分的 我们雅思 我们真金派的这个最高成绩 不是你们创造的 是一个小学生创造的 对不对 是最好的记录 中国小学生至今为止的最高雅思成绩 来自于真金派 小学六年级总分7分 OK 其他总分应该7.5 考官对他的口语压分了 这个不说了 你在我们的微博里找得到 这是新浪公布的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小学生是怎么读的 层数量很小 你不知道吗 我这样转给你看 好 请看A段 小学生是这么读的 他跟我聊过 我专门问他 怎么读 他说刘老师这样在你说的方法读的 然后你读来看看 他是这么读的 我给你展现一下 他说A段 看得懂 说 蝙蝠有个问题 如何找路在夜里 这是他看得懂 第二句话 他在夜里历史 不能用光帮他们找一堆东西 听到我在说什么了 一堆东西 A and B 不能用光帮他们找一堆东西 下面一句话 你可能说这个问题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他们可以avoid的不认识 Changing是什么玩意儿不知道 白天认识 就是两个认识 这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可以白天吗 白天吗 白天 Hunting吗 下面一句话 但是白天 Economy不认识 但是白天 is already 已经 后面都不认识了 这小鸟 这句话这么多的 但是白天 已经 小鸟了 问题啊 问题啊 白天小鸟了 好 下面一句话 同学们现在明白了 蝙蝠你呀 蝙蝠你可以白天出来吗 自己的事儿 自己搞定自己的问题 你可以白天出来吗 但是白天已经有小鸟了 对不起 好 下面一句话 given that 他能见过这种局型 叫剑鱼 这些小学生不会 given that the limit to be made alive given to do data sweet acetylc pie natural structure favorite bats make a girl night hunting tree 什么玩意儿 过 根本 根本 过 下面一句话 很潇洒的 过 下面一句话 it is prober that 那个 tino 什么玩意儿 go back in ancestry 什么东西 oh mama 什么 过 下面一句话 in the town in the dainer 所 认识 恐龙 后面也单字不认识了 town in the data data 恐龙 白天 我们的妈妈 过 下面一句话 也过了 因为好多单字不认识 什么screping 下面一句话 only after 这单字不认识 什么 mess diction 六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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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单字 完了 哈哈 就是小学生 阅读 好了 小学生 小学生 读完A段之后 他完全理解了 我想说的 对他们特别好理解 我讲的这个方法 马上就用起来 因为他们不得不用啊 他词乎两小啊 读得懂得读慢 读得不懂得读快 好不容易读懂几个 我把它记住 他记住了五个单词 蝙蝠 小鸟和恐龙 白天和黑夜 发现 黑夜是和蝙蝠在一起的 而白天呢 是恐龙和小鸟在一起的 所以说 他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那句话 但是 白天有了小鸟 还有恐龙呢 现在明白了 为什么蝙蝠在夜里逆食呢 因为白天有小鸟和恐龙 你抢不过别人 兄弟 所以说 选了答案 没有盲人 A段读完没有盲人 直接就选出答案 没有盲人呢 所以说读完之后 看看一到五题 迅速找一找 那道题有点像啊 于是迅速选出第三题 第三题 没问题啊 对 迅速搞定第三题 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还简单的不好意思讲 小学生都搞得定 好 考虑学第三天我搞错 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接下来读B段 读B段的目的是什么 告诉我读B段的目的是什么 读B段的目的是找盲人 仍然找盲人 找盲人啊 是啊 这个A段你选出 为什么编乎B段的目的是 这是个常识 你知道所有 顺便说一句 讲B段之前 知道一个题外话 你如果上考场碰到动物类的文章 一般来说一个月考一次动物 考一个动物 这个动物很有趣 昨天我在讲公开课的时候 没有跟你讲了 但是我稍微说一下 雅思考试的所有动物 永远考察这个动物的特点 没特点的动物是不考的 什么猪啊 羊啊 有什么要考的 鸡啊 鸭啊 不考 都是有特点的动物 而动物的特点 都是为了生存 记住 动物的所有特点 都是为了生存 蝙蝠特点就是夜里密室 为什么在夜里 因为白天抢不过别人 OK 晚上你们都睡觉了 该我吃饭了吗 对不对 还有熊猫有什么特点 虽然不考 熊猫吃竹子 大家都知道 不是黑白 熊猫吃竹子是他最大的特点 为什么 他为什么不帮他生存 因为除竹子纤维特别难消化 其他动物吃不了 吃了拉肚子消化不了 熊猫一看你们不吃 我来没能够抢 所以说熊猫也能幸存下来 烤腊的特点是吃氨树叶 为什么氨树叶有毒 你们都不敢吃 其他好吃的 我也抢不过你们 我只有吃有毒的 OK 所以他活下来了 虽然他被毒到了 每天24个小时 20个小时都是中毒了 在树上一动不动 你们觉得这个动物太可爱了 抱一抱 其实别人是中毒了 OK 当当当当 说的动物都是为了 都是由自己的特点 雅瑟都永远讲他的特点 大象 同学们 昨天我给你留了个练习 你自己回去看了没有 大象 是的 真的吗 我当然讲的都是真的 这真体烤啊 同学们 烤拉是氨树叶 氨树叶是有毒的 OK 烤拉的肝脏 OK 它能消化这种独特的毒素 所以说它活下来了 没人给它抢 它那么温柔 然后考到烤拉最暴躁的什么时候 如果你把它惹急了 让你填一个summary 填个空 现在我都记得 原文叫做hiccup 这个单词写下来 h-i-c-c-u-p hiccup 它打嗝 OK 就是你把别人惹急了 它就打嗝 你看这么温柔的动物 怎么能够存活下来 就是因为靠它吃了这个 你们不敢吃的 否则抢得过谁 对不对 然后这道题 我记得真体里面 如果你们考到还有一道选择题 单选题 上文中提到烤拉 最大的天敌是什么 文中讲到很多天敌 烤拉太温柔了 老鹰来抓它 灰灰爪子被别人带走 对不对 人类摇摇树 他从树上拨掉下来撞死 OK摔死了 等等等等 其中一个人类抱着烤拉 把疾病传染给他了 他又没戏了 等等 有没有打疫苗 很有趣 文中提到了 真正烤拉大片灭绝 大片所使用于生灵大火 厄尔利诺现象 每年澳洲就在圣诞节 暑假的时候 蓝满球暑假 厄尔利诺现象 被火烧了 所以说烤拉这个名字取得不好 烤拉 记住 上了烤厂如果碰到烤拉这篇文章 变了一道题 烤 烤拉最大的灭绝原因 生灵大火 死亡原因 好不说了 不说了 知道就行了 好看到B段 B段B段B段 我们读B段的目的是什么 啰啰说这么多 要去找盲人 看有没有盲人 好B段我们开始 B段这么说 B段 B段说 Bets 蝙蝠有个工程上的问题 如何找路呢 和找他们的 这个什么玩意儿 在没有光的情况下 他们的猎物 这个单词认识一下 Bets 蝙蝠不是唯一的这种生物 面临这个问题的 那下面是 还有哪些小伙伴吗 不就这意思吗 对不对 你不是我的唯一 我说亲爱的 你不是我的唯一 一言外之意 外面还有并列结构吗 所以说明显就出现 并列结构吗 我想看 显然 夜间飞行的昆虫 Insects 画一下这个单词 不认识我打屁股 为什么 你天天都在听 Section 1 Section 2 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叫节吗 身上有一节一节的 叫Insects 那不是昆虫 难道是米其林啊 对不对 Insects 那怎么怎么着 下面就画 Deep Sea Fish 深海的鱼和鲸鱼 怎么怎么着 这些都看不到 没关系 深海那肯定是黑的吗 下面鱼和海豚 怎么怎么着 小伙伴们通通出现 那明显 B段没有盲人 B段图案 请选DT 太简了 都不好意思讲 OK 没问题 那么这时候 我们还是没有看到盲人 这时候应该 都C段 对不对 C段 好了 现在关系 我就不往B段 往后读了 没什么好读的 这也太简单了 好 C段 C段 我们迅速读完 读完之后 很痛苦了 什么感觉 首先 我不带着你读了 C段没有盲人 没出现 那C段读完之后 也不知道选哪个 一到五题 好像没有 因为这段真的不出题 所以说读完之后 没有 你感觉不到 这是最痛苦的一种感觉 同学们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我最讨厌的题 我顺便再一句 真正的雅思 入门 阅读入门高手 本门 真正的真经派例子 最痛苦的题型是什么 就是这种 which paragraph contains for information 我要先给你讲一讲 heading题 没什么好痛苦的 问A段选什么 B段中心思想 C段中心思想 同学们 他告诉你读A段 按之后你去选 告诉你读B段 读完之后你去选 按照顺序出题 有什么难的 不难 然后搞成连连看就行了 对不对 然后句子我读不懂 段落读不懂 但是我连连看 我会把某个单词去找同一词 找一堆同一词出来就选 这还不简单吗 把它简化成单词题 OK 就这个战断的词 你找了这几个单词 理解没 好 那真正的难题 还不是句子的 这个人民理论的匹配 就是一个人有什么理论 某个东西有什么特点 那你进行关系型匹配 那个也不难 因为keywords定位 其实很好找大写 真正难的题 听我说是这种 一到五题 问哪个字案段 包含下面的信息 这五个句子特别特徒 为什么 因为它来个N比 我先说 请听好了 有可能第一题这句话 就是某个字案段的中心思想 我这么说你理解吗 同学们 那你进行句子匹配的时候 有可能给出的这句话 就是A段的中心 或者中心思想 还有可能 这句话 第二句话 它不是这个字案段的中心思想 它是一个非常细节的信息 你可能会漏掉 好了 这个还不算什么 再加上乱去 乱去 第三个让你痛苦的是NB 什么叫NB 就是你好不容易在A段的前面 找到一句话 感觉这句话肯定就第二题了 于是很高兴 第二题前面选了A 这时候A段后面还有那么多 你还不能放松警惕 因为它一旦NB 有可能这个字案 还要让你选一个句子 所以说你不能放松警惕 这个特别痛苦 还有一种情况 就这个字案段是不出题 最讨厌的就是不出题 比如说B段 你读完之后发现 好像这些句子 没有一个来自于B段 这是最拿不准的 这是最拿不准的 我要拿不准 就是这种题拿不准 奶奶的到底有不有 我怎么漏掉了 读完之后选不出来 怎么回事 我是最讨厌这个 白读 读了那么仔细 觉得单词都认识了 怎么不出题呢 你玩我 所以说你知道吗 就是这篇文章 C段那么长个字案段 中间一个字案段 它不出题 一道题没有 就是玩你 OK 特别是玩死那些 喜欢精读的人 没法弄 不说了 所以说这是最难的题 横通宣之心告诉我 老师我最怕做summary 我听到我就没法说了 我最怕做填单词 我最怕做选项式填空 说得一塌糊涂 那我说你怕不怕这种匹配呢 什么 不怕 那叫无知者无畏 都没入门 OK 就是瞎搞 这些感觉都是幻觉 好了 不说了 如果你怕这种题 那就对了 那就对了 真的 人家是找到感觉了 好了 我们不说了 这C段 接下来我们读第一段 读第一段的目的是什么 朋友听好了 读第一段目的是做 第六题 找盲人看有不有 如果找到盲人 先做盲人 新的关系呢 这篇文章呢 我就放作业啊 朋友们今天回去 把这篇文章的这个顺序 我的方法 优先每个自然段的 后面的细节题 做完每个自然段的细节题 然后再顺便选出一到五题当中的某道题 自己试一试 而且我要求必须按照我的这个方法把每个单词在原文中的出处画出来 每个单词在原文中的出处画出来 OK 如果你做完之后要想看解析呢 你一定看我们的解析 我们的解析在我们APP上有 看完之后明天我来讲 因为我讲的可能会超越解析里边的深度 会比解析讲得更深 你可以自己看一看 包括其实我在那个总纲里边有这篇文章的解析 你自己回去再复习一下 那明天我要讲的呢 接着把它讲完 但是我讲的呢 总纲里边可能就cover的不多 但是我要提醒你啊 好了 那今天我讲到这里 不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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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哪里了 作业 我先说作业啊 作业是防暴晚内容 在群里边 Helen会给大家布置的 然后我要提醒同学们 今天回去之后 做的第一个事情 听完课之后 回去 不是拿着书记开始做 不是的 从今天开始 OK 你做每篇亚细读的时候 你做前面五篇亚细读的时候 都要去复习 今天我讲的笔记上的内容 因为你很可能按照原来的方法来了 我们读题的时候 要读慢 要读懂 要读两遍 把题读透了 改成自己能够记忆的方法 再去找 我担保你找得着原文 而且使找起来的时间特别短 你试一试 会缩短你的整个作题时间 你改一改 第二个 做每道题的时候 画出所有的同一题换 按照总纲的标注法 留下自己的作题思路和笔记 听懂了 认真复习今天我讲的 keywords 三大类的words ok 回去好好复习一下 然后再去做 不要着急 不用看见见期 就是总纲里边 这本书里边 就有我们这道这篇文章解析 总纲回去之后 把那二百个字 如果都做了之后 很好 把那前面的一首诗 二百个字的这首诗 给我背了 非常重要 那是本门密集 我们整个阅读 做题技巧 都在那二百边 我的整个课程 是把二百个字 进行更加深入的阐述和讲解 好了 今天我讲到这里 拜拜同学们 再见 再见